还玩什么十人花? 开始考试啦 哦好好好 第一题 做一份长沙臭豆腐 考试 咋整这么臭玩意 不玩就零分 别别别啊 我说的是 越臭 它就越香 那还不赶紧做 哦 开拆 这是一款臭豆腐 史莱姆 有起泡椒 冬腐 酱汁 小料 首先登场的就是这位男主角 看看你的大腹肌 咦 怎么晒得这么黑 拉伸起来 还挺滑的 手感还蛮厚实的嘛 卷朵豆腐花花 送给老师 老师 给你闻闻香不香 干嘛 你想把我臭晕吗 扣你十分 这并没有臭味啊 这是甜甜的果汁味 别解释了 继续做你的泥 哦 把这个豆腐 切成几块 然后用起泡椒 把它们包裹住 混在一起 听 这就是上屁海绵 你们说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饰品吗 发酵的差不多了 把臭豆腐揪出来 装到碗里 撒上小料 最后淋上酱汁 一份长沙臭豆腐 隆重登场 外焦里嫩的 浓香诱人 这臭豆腐 感觉好好吃哦 哇哦 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加三十番 老师 还想闻闻吗 啊 不敢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题 用袜子做一份解压的东西 嗯 老师 你多少天没有洗脚 这是我今天早上刚穿的 你敢嫌弃我啊 臭十番 不敢不敢 我做就是了 我想想可以做什么 啊 有了 拿 瓜 胡 炮 噔噔噔 塞进去 哇 袜子飞起来了 看 脚都肿了 哈哈哈 绑条小辫子 搞定 哇 好舒服呀 一脚踩下去 挖虎泡的衣服来 超级解压 好玩又新奇 加二十番 哇 但是 我的袜子弄得那么脏 再扣三十分 啊 哈哈哈 第三题 哦 传说有一种泡在水里 不会灭的蜡烛 你来发挥一下想象力 这就是你的道具 这个呀 怎么可能会难倒我 这个小天才 看我的 见证奇迹的时候 到咯 他还在 熟熟的燃烧 没有熄灭 你竟然做得到了 加你二十番 哦 耶 导致完毕 你们知道什么原理吗 评论区见 喵 耶